原标题 回宫,对楚平王细数姑娘之美,并进言趁太子尚未见面大王先取之。 好色的楚平王被巧舌如黄的肺,吴继说动了心,转眼间,这位本该成为太子夫人的秦国姑娘,变成了公爹楚平王的妃子。 一花接木的吴吴继,也成了楚平王的心腹。 废吴继做贼心虚,因为他知道太子迟早要接班的,于是他诬陷太子要毛反。 楚平王遂下令捕杀太子及老师武师父子,太子与吴继续只好逃离楚国。 数年后,吴继续率大军复仇,楚国就这样被灭掉了,寻根溯源,废吴继实在是功不可没,原是凯的六一太夜市的来历。 与楚平王的故事颇为相似。 原是凯任直立总督时,让二儿子袁克文去南京办事。 袁克文到南京后结识了当地名。 寄义是,两人如交四期狠是投机,便私定终身。 临别时,义是送给袁克文一张照片,作为留意。 袁克文回家后,拜见父亲时,不慎将照片掉了出来。 袁世凯时急看,见这女子极为漂亮,便问儿子这是谁。 袁克文见自己在外瞟只是要露馅,便灵机一动说,这是在南京为父亲寻找的一太太。 袁世凯信以为真,忙命人到南京去接。 叶世见袁家来人街,原以为是袁克文派来的人,心中很是高兴。 到北京才知道,等她的原来是一位满脸胡须的老头子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